台灣拳擊好手陳念琴 過去兩年在國際舞台打出好成績 獲得矚目 現在台灣拳擊界也著手計畫 希望能成立職業拳擊聯盟 培育更多的台灣拳王拳后 台灣原住民拳擊好手陳念琴 去年底榮獲體育精英獎最佳新秀 還被列為2016里約奧運的重點培訓選手 運動迷也開始注意到我國拳擊運動的發展 現在台北市拳擊協會 利用機會等高一呼 希望凝聚全國拳擊界的力量 在不久的將來催生出台灣職業拳擊聯盟 就是希望社會大家給選手們鼓勵 推動看能不能把它推有職業的 我們有職業才能帶動業餘的成長 不過當台灣拳擊界 期待著職業聯盟出現的同時 有個讓人遺憾的消息 那就是全台規模最大的英雄拳擊會館 因為族約到期將暫時吹洗燈號 我們這個設備是全國最大 地方也最大設備也最好 當時因為我曾經是國家代表隊 沒有為國家拿到獎牌 希望我開這個館能培養出 有人為國家拿到獎牌 拳擊在台灣或許還是屬於冷門運動 不過陳念琴已經在國際舞台上 用雙拳證明了 台灣人也有機會摘金奪贏 如果職業拳擊聯盟能順利開大 要培育出更多沒得飲台灣的拳王拳頭 將不再只是白日夢 有電TV五加油 魏楚瑜 台北報導 參加 老師 搭 我們